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玩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Peggy张佩芝 美国乐坛最富盛名的格莱美奖颁奖典礼最近落幕 当晚获奖最多的是说唱歌手肯德里克拉玛尔·肯德里克·拉玛尔·肯德里克·拉玛尔 总共赢得五个奖项 不过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1989》专辑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赢得最大奖年度最佳专辑奖 第58届格莱美奖颁奖典礼2月15号在洛杉矶举行 红地毯上星光云集,美音乐团重量级人物纷纷出席 泰勒斯威夫特和好友赛琳娜·戈梅兹一出场就吸引众人目光 女神卡卡通过装扮和在颁奖典礼上的演出 向刚去世的英国歌手大卫·鲍伊致敬 2015年专辑最畅销的歌手阿戴尔 一席黑色亮片礼服出场 他广受好评的专辑《25》由于在年底推出 没有赶上2015年格莱美奖提名期限 贾斯丁·比伯带了他六岁弟弟出席班奖典礼 可爱的弟弟杰克森在红地毯上抢尽风头 比伯的歌曲《Where are you now?》 在典礼中赢得最佳舞曲奖 这是比伯赢得的第一座格莱美奖 今年赢得最多奖项提名的是 说唱歌手肯德里克·拉玛尔 Kendrick Lamar 他的专辑《To Pimp a Butterfly》 当晚赢得说唱类所有奖项 包括最佳说唱歌手 最佳说唱专辑 最佳说唱合作 歌曲《All Right》赢得最佳说唱单曲奖 另外拉玛尔和泰勒斯维夫特合作的歌曲《Bad Blood》 赢得最佳音乐录影代奖 不过拉玛尔在综合类大奖中空手而归 当晚四大奖项分别由不同歌手获得 最佳新人奖得主是年仅22岁的梅根·特瑞娜 他领奖时喜极而泣 他在2015年退出单曲《My Dear Future Husband》 以及和John Legend合唱的《Like I'm Gonna Lose You》 等歌曲都十分受到欢迎 最佳年度制作奖是由英国制作人马克·罗森 和火星人布鲁诺合作的《Uptown Funk》 这首歌曲也获得最佳流行组合奖 林国歌手艾德西兰击败好友泰勒斯维夫特的单曲《Blank Space》 以抒情歌曲《Thinking Out Loud》赢得最佳年度单曲奖 泰勒斯维夫特的《1989》获得当晚最大奖 年度最佳专辑奖 她成为史上第一位两次夺得年度专辑奖的女歌手 她上一张专辑《Fearless》于六年前获此殊荣 除此之外 斯维夫特还赢得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奖 这张专辑的多支单曲包括Shake It Off Blank Space Wildest Dream等 都是2015年告示牌流行歌曲排行榜上的长盛军 MING PAO? MING PAO? 翻唱或'S打赏 BIN PAO?